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接下来讲解我们Severate系列的课程好吧 这一课讲什么东西呢 讲一下Session 讲Session之前还是一样的 先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上节课我们是不是讲了Cookie这样的东西 Cookie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存在的 就是说当用户在发送不同请求的时候 需要请求相同数据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的请求头里面又要需要带一些公共参数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Cookie 因为Cookie干嘛的 保存在我们客户端里面的一个基础吧 或者说保存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的一个基础 对不对 这应该没啥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这时候思考一个问题 还是一样的 我这写出来说 如果一个用户发送了不同的请求 这个处理如果需要相同数据怎么办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每次 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生活体验 什么生活体验呢 就说你肯定登陆过一些网站 比如说淘宝 比如说京东 对吧 当你第一次再输入好你的用户名密码之后 你第二次再点击其他页面的时候 还会需要让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吗 应该不需要吧 不需要的话 大家想象意味着每次发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都带着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而一般我们的零碗器里面发请求的时候 一般是get 一般是post的吧 如果你是get的方式 就是你的地址栏里面 就会直接带着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样一个参数值 这很明显怎么样 不太安全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想一个办法 说我在我的请求里面 不要带着用户密码 同时当我是一个用户 发送不同请求的时候 我不要再输入用户密码 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需要用什么 用我们的session来进行一个处理 对吧 session这东西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叫绘画 好吧 来给大家写一下 等一下啊 我把我那个画笔调一下 拿出来 叫绘画这样意思 什么叫绘画啊 对吧 绘画非常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当你想访问某个服务器的时候 它相当于给你开了一个长的一个连接 这是一个绘画的意思 对不对 那ok session翻译过来叫绘画 但其实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的是一种服务器端的一个存储数据的一个技术 好吧 来看我屏幕这个地方 好吧 概念 现在这三个概念 三个干嘛的 说表示绘画 在一段时间内 用户与服务器之间 一系列的一个交互操作 然后呢 三任对象表示什么意思 说当用户发送不同请求的时候 在服务端保存不同请求 共享数据的一个存储对象 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来画一张图片 来表述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客户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服务端 没问题吧 然后呢 第一次我的用户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服务器 发送一个消息 对不对 然后呢 服务器是给予一个响应 对吧 第二次 它是不是还可以先发一个消息 然后呢 发请求 是不是再会给响应 第三次也发请求 然后会响应 是不是可能会发N次 对吧 或者这话有点乱了 好吧 大家应该了解我什么意思吧 假如说 我每次请求里面都需要干嘛 比如说 你要访问某一个网站 某一个模糊网站 是不是需要用户密码 如果都带用户密码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吧 如果我存到我cookie里面 是不是又不太安全 对吧 那这时候需要怎么办 需要存到我们的session里面 session可以进行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存储 怎么存呢 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理解什么东西 还要我举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什么例子 大家都理过发吧 对吧 理发的时候一般 他是不是都推你办卡 对吧 在老师上大学 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多的一个 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 那个时候那个卡 不是刷词条的 而给你一张什么 一个纸片 比如说你50块钱 可以理十次发 那OK 里面有十个格 当你理一次发之后 怎么样呢 那个门店的销售人员 或者那个理发人员 会在你的卡片里面 输入一个日期 表示说你今天已经理过发了 并且你是认可的 下一次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拿着这张卡 去理发了 他是不是又勾选一个日期 对吧 大家想一下 相当于你每次填写的一个数据 保存在哪 是不是你自己手里买拿的 对吧 这是不是类似于是我们的 cookie的 对吧 而现在你想一下 你理发的时候 带卡的时候 你怎么带的 你还需要写这种纸卡片吗 应该不需要了吧 好吧 大家都什么东西 都是刷词条 对不对 如果你往你的卡里面 比如说充值了1000块钱 对不对 这次当你刷完之后 你把卡给到他 他是不是会在他的一个 IT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里面刷一下 刷完之后 相应的金额是不是被取走了 对吧 取走之后 你这边需要记住说 我留什么东西吗 我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卡就可以了 对吧 有些甚至怎么样 你有卡 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带卡不太方便 是不是给一个账户 或者给一个手机号 这次当你下次理发的时候 直接说出你的手机号 他在你的电子 他机器的那个 那个理发店 他那个电脑里面 是不是直接把那个金额给你去掉了 并且告诉你 就是相应的余额 这是不是相当于 就是我们的Cookie 和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三省 就说原来的时候 保存在哪 Cookie里面 现在呢 保存到我们的三省里面了 记住了 Cookie表示客户端的一个技术 三省表示什么 服务端的一个技术 一个是客户端存数据 一个是服务端存数据 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OK 如果没问题的话 下面我们接下来聊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想啊 如果我的三省是用来保持我们服务器端 存储数据的一个技术 这时候我一个用户访问了一个网站 对吧 访问完之后 我这存了一个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是不是KV形式 对吧 当你的信息啊 可能是一个变量 或者是一个长量 也可能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对象 一般情况下 大家想我们是不是存的都是对象 对吧 存的对象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你把这个对象存进来了 我第一次访问过来之后 是不是拿到一个K的一个值 这个K一定要唯一吧 比如说给一个ID值 可以吧 递增的一个ID值 这蛮问题吧 如果这次给的ID 当我下次发请求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我是不是又要带着我们这个ID 你如果不带ID的话 你想一下 我这里面一个服务器 只能被一个用访问吗 不是吧 是不是有N多个用户 那意味着 每个服务器 是不是要给N多个用户的请求 分别建立我们对应的一个 Session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下 我怎么来区分这些Session 肯定用什么 用K吧 所以这时候想一下 我之前讲Cookie 我说过了 我们的Session是干嘛 是要依赖于我们Cookie的一门技术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办 就说 这时候我可以想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说了 Cookie是不是保存信息 保存什么 只保存一个ID 别东西我也不保存 对不对 那我这儿能不能建一块区间 或建一个区域 这区域干嘛呢 专门用来存储 我们对应的一个Session的存储信息 然后这个时候 当我的用户第一次来发送 我们对应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先请用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 OK 创建一个Session对象 这对象里面存的是我们对应的 当前这个请求的一些用户数据 比如说用户名 Udername 对吧 比如说PWD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对吧 当你存完之后 是放在这儿了 下一次我的请求过来之后 我是不是又要找这个Session了 找这个Session的时候 又会有个问题 我是不是找到它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K 怎么样 返回给我们扣断 也说 在我想应的时候 用利用我们的Cookie技术 把K返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 在浏览器里面 进行一个保存 对吧 当你的浏览器保存好之后 下一次我再发请求的时候 一定怎么样 是不是带着刚才那个K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带着K的话 大家想想 我是不是能根据我们第二次请求 获取到那个K 去这里面找 如果找到了 OK 你以为是不是有这个Session 对象 如果找不到 OK 我是不是创建一个新的 是不是用来标志一下说 我到底是否是一个论画 是不是这意思 好吧 我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进行一个 最基本的实现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对应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原理 同时在想 我一个浮览器 比如说有一万个人访问 我是不是意味着 那块空间里面放着一万个Session 对象 这一万三对象 如果 我说如果 扣单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发送我们对的一个请求 他发请求之后 发了一次 第二次再发送请求的时候 可能是十年之后了 大家想一下 我这边的三四人对象 要给他存十年吗 这不可能吧 这存十年 是不是太浪费我们的存储空间了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在我们三十人的地方 他会干嘛 他会默认的存储一个什么 就一个时长 有一个时长的概念 好吧 这时长干嘛的 非常简单 比如说三十分钟 对吧 在这三十分钟之内 那OK 你如果存的话 或说如果连续发送不同请求的话 这个时候我是有的 超过三十分钟之后 不好意思 这就没有了 好吧 而且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 时间是可更新的 什么意思 我现在发一个请求 是不是有三对象了 保存时间是三十分钟 好吧 十分钟之后 我又发了一次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个对象 找到这个对象之后 在干嘛 我会把这个时间更新一下 边认多少 边认0 一次往上涨 涨到三十分钟 再退市 大家想一下 只要我用户一直在源源不断 或者说 在每三十分钟之内 一直源源不断的请求我们的数据 这三十分钟会过去吗 不会吧 好吧 这样既能干嘛 充分利用我们Session特点 同时又不会造成我们服务器端资源的一个浪费 听到意思吧 所以把Session和Cookie这两个概念能够分清楚了 好吧 记住了 什么意思 说用户发送不同请求的时候 在服务器端保存不同请求 共享数据的一个存储对象 所以Cookie和Session分清楚了 一个是客户端 一个是服务端 好吧 同时我们的Session怎么样呢 有一些特点 说Session是依赖什么 这写错了 Session是依赖什么 这不是Session技术 依赖Cookie技术吧 对吧 然后呢 一个服务团的一个数据存储技术 第二个 说由服务器来创建 第三个说 每个用户独立拥有一个Session对象 然后呢 默认存储时间是30分钟 这是它对应的一些特点 好吧 那现在我只是讲简单说了一下Session的一个理论 好吧 下期课 我们来说一下Session最基础的一个运行流程 刚才是不是也表述过了 但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我们通过图片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 好吧 OK 就聊这么多